主席 周副秘司長 我想我們各歸列席 我想我們今天 蘇法委員會特別針對 所有過去所提的 配合憲法修正案 然後來做一個修正 那本年也針對這個議題 來做幾點的參考以及徵詢 第一點 我想我們可能在過去這些法令當中 是有一些 當然按照憲法規定 這個 國民大會已經廢除了 那目前來講的話 印以啊 我們過去總統跟副總統的彈劾案 是由國民大會 而且呢 同意前是國民大會 現在已經國民大會已經廢除了 現在目前按照整個機制來講的話 改為司法院大法官 這是符合整個這個條文的一個修正 那一個憲政體制 就是我們議員應該要怎麼樣來配合 我想 現在目前大法官 這個 針對這個修訂就是說 那 除了內憂外患之外 這個條文 這個條文啊 我是認為說 當然這是應應在憲法的保障 可是啊 是 現在大家一直有疑慮的 就是 這個 認定啊 這個總統 這個 比照一般庶民 如果有涉足到 啊 貪腐的 啊 比如說 其他國家 像韓國啦 啊 這個 也是有這種案例 啊 我想我們也 以後啊 相繼來 啊 考慮啊 是不是也 列入在憲法的一種 讓 國家呢 在整體上 也不被 門委說 我們 在世界啊 各國當中 這個 貪腐的這種 比例數 因為 嚴守的一種 行為 造成了 這些 這個 蒙羞 那其次呢 我想我們 現在目前啊 這個 針對 這個 這個 條文啊 這個 說 吳紀明 投票 表決 三分之二 以上贊成 這個 門檻 好像是 當然這是 多數的保障 可是啊 過去啊 這個 這個當中 有這麼多 可是啊 還是沒有辦法 跟現行法令 沒有辦法通過 這個 我想 我們這個條例啊 還是 有很多的 啊 這個 思維啊 要怎麼樣來 移立的一個 呃 現在目前 啊 這個 你說不 記名投票 可是到最後啊 還是有一些啊 啊 這個 違反整個 法律啊 他還是會 做一些的 啊 這個 威脅 或者說 提出 啊 政治的手段 來抹黑 齁 我想這個也是 啊 這個 常有 在我們民主政治的里程當中 啊 常常發現的 尤其是在前幾當中啊 最會 常常這個 被接觸到的 齁 另外 啊 現在目前啊 針對立法院子助法第七十條規定 啊 議案交由黨團協商 啊 宴會說明所屬黨團負責召集點通知 就是順便 啊 這個代表 我想這個協商啊 好像 啊 這個條文啊 這明確化 可是到目前為止 我發覺好像還未曾有過發生啊 啊 啊 是不是說請 這個 徵詢一下 我們 周復命市長 是不是 這個案例是不是 曾經有過發生嗎 對不對 徵詢一下 好好 都復命 好好 林委員好 有關於這個是當時是親民黨團 曾經有為了這一個 裡面 曾經有提出 後來還是處理掉了 後來還是處理掉 但是 真正在 提到宴會來沒有 私下有提 不過他們當時有這一個 希望這樣更周延 所以才會提示這個法條的修正 是是是 那個是當然當時的這個情景啊 啊 有提出啦 可是這個法案也是沒有 沒有修正這個通過嘛 啊 報告林委 當時是 他有親民黨 黨團 他改變 改變的時候 有這種情勢發生了 有情勢啊 所以才提出來 我個人是認為是可以把這個 但事可以加進去 這個比較周延 所以如果有碰到這種 黨團之間的改變的時候 那個 用會說明人 再加以改變 是啊是沒錯啦 我想是這樣子啦 有法令定制定制啦 沒有定制按照過去的習慣嘛 當然我們過去都是有召集委員指派 這個做提案 提案 這個 這個審議的一個說明嘛 齁 那提案委員就是提案委員 不管他是什麼黨派 他也應該是提案委員嘛 齁 是針對性的 齁 主席就是代表主席 不是代表黨團 齁 應該是不是這樣子 這一個 當時的條文的意思上 可能 呃 吳委員在提這個案 不是這個情形 他是 院會說明人齁 已經在委員會審查 因為 面臨到 有這個案 在委員會審查的時候 做決議 需要協商 那需要協商 這個委員 他的黨團改變了 那到底 因為我們的相關的法條的配套是 由所屬黨團 負責召集協商 那現在舉個例來講 有一個委員 他原來是親民黨 黨團 在委員會當主席的是親民黨團 那現在 現在他的 他的黨團 變了 他變了 到國民黨團來 那這個 這個時候是由親民黨團 負責協商 還是由國民黨團 負責召集協商 就發生這個意義 所以才 還要加這一個單數 是這樣的情形 這個更明確化 但是以後不會發生 現在就是一個問題 這個立法之前 新書29條 30條 31條 這個修正案 我看了 比如說這個 憲法付以規定的 這個同意權 這個提名 提名必須要提出 他的這個 整個 這個 資料 辦公廳會 而且 他也本身具備 應以做很多的 這個 財產 稅務 刑案紀錄 如有 隱匿 虛為不實 不以審查 我想這個過去 我們也曾經 發生過 有沒有 周密長 我想你很了解 尤其是 當時在審議監察院的時候 還有司法院的時候 我們也曾經發生過 當然這個是必須 他送審的時候 在這個審核機制 第一個過例的時候 應該立法院接案的時候 就應以去核對 核對以後送來 宴會 我想我們再精切的審議 過去也有這種爭議 就是他所提供的資料 是有這個 這個 跟事實不吻合的 當然這個我們也是要審議 審議後來公布以後 後來這個造成 好像立法院 有這個杯葛的意思 他說對這個提名人 有什麼 沒有這個不認同的地方 這個來講的話 當然是會造成 我們本院 在審議上 會有很大的這個社會 這個 或許有的人會 有政治的這種敏感度 所以周密長 我們是不是也建議以後 本院如果要接收 這些所有提名 辦法的資料裡面 我們是不是要 匯同去相關部會 去做這個 資料 征詢調查 實時明確以後 然後 我們會增進 在審議上的這個誤差點 這是我的建議 好不好 當然這 都是我們共同的責任 希望 我的建議 能夠 給我們本院帶來更大的效率 這是我征詢的意見 好不好 不不不不 我們是當然是 也希望說這些法令 也能夠更明確化 以後在執行上 會有相當的成效 讓我們 這個很多 現在目前啊 我想我們 實證以後 相繼的 希望說立法院 過去有一些啊 這個提案的這個法律啦 其實啊 有抵觸很多啊 會愛以啊 一種法令 不管 它是什麼法 也有二法 也有義法 當然 法律的修正案裡面 如果 啊 過去我常常 徵詢我們 周密議長 齁 我想你是法學信任專家 所以我很多 跟你請益 當然這個 也必須啊 要明確性 如果 有一些法令 愛以我們這個 本院 所有 不管行政部門提出也好 啊 啊 本院委員所提出也好 只要是針對福果立民 我們當然都是相當的積極 去支持 可是如果政策 再跟法令 有所抵觸的話 造成很多 人民的 啊 財產 而且生命 權益受到受損的時候 當然我們這個 就必須要去考慮 所以 在於 目前這個法律的提案當中啊 常常每一個會期啊 都 啊 結束以後 被外界所啊 這個 給我們很多的 批評說 立法院的案件 還有多少 啊 未以通過 其實這些法令不是說 要怎麼通過 能通過就是通過 不能通過的 我們也希望說 針對議題來提出 不能通過就是不要通過 但是也不要掛在立法院 常常造成怎麼樣 認為說 我們立法 啊 實務裡面 就欠缺的這些 必須要真正 來 為民啊 來 審議 我們立法意思啊 啊 常常在 論述的就是說 啊 只要 這個法的精神定義 是實務的 我們絕對要 好好來 做充分的一個審議機制 可是啊 有時候是在 阿姨啊 不知道這個 這個有的 是故意 或者說他 本身立法的意思裡面 他沒有考慮到 他的正面跟負面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 以後 我們本宴啊 大家共同來 合作 我很難得啊 今天的公開的 這個 征詢 我們中 這個周副明長 跟各位我們立宴的同仁啊 我想我們共同來努力 尤其 立法委員會 監護很大的責任 而且過去啊 好幾年不能完成的 這個法案 啊 我們現在都能夠一一的克服 這個我們召集委員 相當辛苦一名 我們值得給他肯定 啊 以上我的徵詢